中間是種,種就是不遍不已 口,就是口樹 嘴巴說出來一些過去 我們這個祖先所發生過的過往 在現在的原住民裡面比較多 都靠他們老的這個酋長 來訴說他們過去發生的歷史 骨跟布是相通的 加上這個手拿一個一支筆 或拿一個東西 它是指紀錄下來的意思 所以加上骨是紀錄下來的意思 可以這麼說吧 所以字意就是指過去的事 已經不再是現在了 發生過的事情 反應是新的 是新,跟它相反 那納心,土布,土布納心 人情世故都是這個字 草蘇有兩個寫法 一個是把古代的骨寫得比較像 比較像孔 右邊的骨就好像一個阿拉伯出字的二 像二,這比較容易懂 另外一個是把左邊的骨寫成七 就是切 像七 右邊的凸一樣照著寫 這是我們現在註音符話的坡 大概相當是這樣的意思 註音符話的坡 對不對,很容易懂吧 然後相遠是不習 那個人是左右兩個人面對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